台军首度实弹射击,驱离飞金门解放军,无人机。解放军近期平派无人机,抵禁台湾金门等领导。蔡英文下令台国防部对大陆无人机适时采取必要且强力的反制措施,捍卫领空安全后,台军首度对大陆做出强烈反击。 在台湾总统蔡英文下令台湾国防部对中国大陆无人机适时采取必要且强力的反制措施,捍卫领空安全后,台军星期二8月30日首度向飞到金门的解放军无人机实弹射击驱离。解放军近期平派无人机,抵禁台湾金门等领导。 台湾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星期二晚上指出,中国大陆三批三架次无人机,当天下午4时23分起,出现在大胆、二胆、湿雨等珠小岛。 首军开枪射击信号弹示警后,无人机往厦门方向飞离。 到傍晚五十五十九分,又有一架次无人机进入二胆地区进县至水域上空,守军进行实弹防卫射击。 无人机随后往厦门飞离。 蔡英文星期二,在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副秘书长陈文正和国防部长邱国正等人陪同下, 前往澎湖续缅空军天驹部队,澎防部防空连,空军第七雷达中队,及海军146舰队等时指出, 台海周边情势紧张,威胁日益增强。 台湾军方各级部队,在这段期间都加强戒备。 中国大陆在军演后,仍然以无人机欺饶等灰色地带冲突手法,结合认知作战的手段, 持续对台湾进行文攻武下。 他强调,敌军越是挑衅,我们越要冷静。 我们不会让对岸有不当的借口来制造冲突。 我们不会挑起战端,我们自我克制,但不表示我们不会反制。 他表示以下令国防部适时采取必要且强力的反制措施,捍卫领空安全。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初访台后,大陆进行锁导等军演。 两岸情势更为紧绷,美国多批议员后来又陆续访台。 大陆解放军派军机,军舰于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 军机于越台海中线,已成为新常态。 据台媒报道,从8月初迄今,已有近400架次军机越过海峡中线。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障·科比星期一表示, 自从佩洛西访台后,大陆军机和舰艇越过海峡中线等军事行动, 正式显示试图要创造新常态。 我们已经公开表示,我们不接受。 科比重申,美国依然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 会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自我防御等。 近半个月,大陆无人机速度飞到金门营区近空拍摄港哨与军事设施等。 台湾士兵或丢石头,或以木棍挥杆,不敢采取具体行动击落。 相关影片在大陆社媒网站流传,不仅被对岸善效, 台湾内部也对军方无所作为有不少责难。 台湾国防部8月28日,才在面部宣示捍卫国家安全,极其嗜切反制。 两岸为无人机隔空互相指责。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月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的无人机到中国的领土上去飞一飞。 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台湾外交部当晚以中国股训强硬反击称,不请自来位置贼。 邱国正星期二说,李岛官兵受到很大压力,责任要由他这个国防部长来负。 是他要求李岛官兵保持冷静,克制,有什么作为在调整。 他认为,赵立坚上述说法,商级两岸和平,对方不平和,不理性。 所以他重新思考要怎么应对。 国防部已有些准备,但军事行动不便告知。 他同时强调,这些作为,一定是抱持自我防卫。 到时候我也可以讲,我放个鞭炮下下麻雀,倒是你也不要大惊小怪。 这句话没有挑衅意味,只是表达一个态度。 2016年底,台湾军方即已宣示,自2017年1月10日零时起,面对非法侵入军事基地、韩军用机场、营区等射营,将行政执行法以频率方式干扰拦捕,或使用防卫性武器击落。